SCP-860 探索4 从此后被称为对象副一 是一个41岁的身形 平均以上的非裔美国男性 心理背景无异常 对象自愿进行探索 对象副一装备了一个LED手电筒 一个手持带有音频传输的摄录机 一个与Drive交流 由Drive控制的头戴是音频对话器 对象副一把SCP-860插进了 一扇本应通向Sight的一个空房间的门 它转动钥匙打开了门 SCP-860之一出现 对象副一穿过了门 走了两步之后听见了一声巨响 门关了 是吗 是的 请跟着足迹 出口会在另一边 对象副一继续跟着足迹走 小树林出现了一些与先前探索 显然不同的迹象 房屋变得稍微有些洪亮 令人无法理解的杂音从音频收录中传来 虽然对象副一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杂音 对象走了123米 这地方好像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啊 博士 让我觉得有点等等 这特码什么鬼 对象停下了脚步 在他身前 足迹分叉成两条小路 一条由鹅卵石铺成 呃 博士 我 这哪条是我要走的路啊 这 这是新的 我们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出现 嗯 我估计我要尖叫啊 对象副一转身 足迹消失 只有数以千计的树覆盖了后路 博物瞬间变得数据删除 然后杂音声音变大 大叫 博士 这是怎么回事 这声音是啥 请先冷静下来 继续向着鹅卵石鹿走 博士 我不是一个蠢猪 我只是志愿不代表我 大叫哦 我的天啊 啥 鬼话 你看见了啥 对象副一开始尖叫 并开始跑向鹅卵石鹿 杂音突然停了 只能听见对象副一的尖叫 在他跑了143米之后 摄像机突然被扔到地上 对象副一的尖叫骤人停下 摄像机转向了森林 房屋变得急后 完全遮蔽了超过两米的目视范围 你听得见我吗 天哪 对象副一再也没有鬼音了 摄像机的电池耗尽的前三秒 只听得一声巨响 分析视频收录 在视频的最后一秒 两个发亮的黄色球体出现了一针 声音通过放大增幅之后 可以在这里听到 在Drive的建议之下 声音被反向播放 修改过的文档可以在这里听到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860探索4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拜拜